化解下一算式 首先我們要先把因式分解 分母的話變成s-3s加1 分子的部分是s-3s加2 除法的話變成乘法乘以導數 一樣分解s加2s-1 原本分母的部分現在變成分子s-2s-1 分母的話變成s加2s-2s加1 接下來是約分的動作 這邊有s加1 我們就跟這邊的s加1約掉 s加2s-3 s-1s-2 所以我們的答案是s加2分子1